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懂得都说好 不懂得都说不好 这个不行 我的意思啊 我得到一个错觉 这肯定是个错觉 好像好多个专家做过研究还是什么的 他们一般都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但是呢 基本上老百姓的态度是不愿意的 你知道吗 但是这里边又出现问题了 这个新华网曾经报道 原国防大学教授叫朱国林近日透露 某一位大力推广转基因食品的副部长 曾经受聘于美国从事转基因研究的杜邦公司 据说这位副部长曾经声称 三到五年内保证转基因大米 占领13亿人的餐桌 那么这个还有说很多这种这个专家呀 他们本身跟这个里边有利益的瓜葛 这事就说不清了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我们上次讲的 正规工资之外的灰色收入 这个一连串的 你都是我们都在怀疑这个嘛 因为他的科学见解 他的行政权利 我们都在怀疑 他是不是从纯粹从行政上所演 是不是纯粹是科学的眼光 我不懂啊 比如说美国著名的孟山都这个公司 包括像杜邦这种公司 他们也有科学家呀 这些科学家不也是西方的科学家吗 那么这些科学家会被他们收买 帮他们说话吗 会呀 当然了 你看这就不能说单单是中国的 当然不是 那到底听谁的呢 所以呢 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就放在这 我觉得转基因食品 整个问题应该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 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科学的来看 所以转基因食品 对人类到底有没有影响 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 那这一点呢 科学界是现在呢 基本上没什么共识 就所谓有共识呢 那帮共识是被怀疑的 我们接着就会谈到第二点了 那第二点呢就是 好我们再来看看 凡是认为转基因没问题的 都是些什么人呢 那么环保组织叫绿色和平 他们就会质疑 就说原来所有做这些研究的人里面 有大部分都是受雇于这些 参与这个行业的公司 就是盖这一行的 对又或者怎么样 还有一种情况啊 他不一定是孟三都直接聘的公司 聘的科学家 你很可能在大学做研究 但是呢 你在大学做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经费 谁来的呢 情况有点像核能 你知道吗 核能最大的问题是核能安不安全啊 为什么今天这个成为那么大的议题啊 就你如果相信专家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核能专家 都跟核能产业是相关的 很自然嘛 你比如说我培养博士生出来 专门研究核能 那将来他们出了搞核电 或者搞核弹 那还来干什么呢 那所以你整个研究的这个领域 就跟那个产业是密切相关的 转基因跟这个有点类似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第二层问题 就是为了学术的专业 为学术而学术 跟学术的这个经费来源 政治影响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研究的方向 所以比较麻烦 所以这个你就说 像他们讲的啊 这个转基因 那照你这意思 中组部应该进驻农业部 农业部我感觉似乎态度是 你听他这样讲完了以后 你发现没有 我们讲的那种纯粹的理想的 非公立的那种研究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梦啊 中国梦也好 美国梦也好 但其实真的需要 你看这 其实你看像这种这么难的题目 转基因 我们谁都没有结论 你看大家顾虑的就是一个 就是你这个整个研究背后 你是受了他的利益 但是反对他的呢 你也有他的利益 因为现在很多人反对说 进了转基因的大豆以后 中国国内的这个 非转基因的大豆市场啊 要急剧的衰落 那么提出这个观点的呢 又跟中国自己的农业的这个 利益有关 应该说 所以当大家都跟利益有关 其实这个没法避免的 我们只能做到是 你告诉我们 你跟这个利益有关 你这个我们可以查得出来 你跟你做的这个研究 你是谁谁谁支持的 你这个观点是跟农业部的 什么什么有关 让我们更多的人来公正的来判断 来看你这个背景 你这个观点跟你的背后的 不是听说那个崔永元到美国 找真相去了吗 他就是可能不信这个鞋 就是说都在说 美国好像80%还是的大部分 你们都在美国生活过 说说美国实际上 就是美国种的玉米啊 什么什么 他们大部分还是自己消费的 就他们早就吃转基因了 对他们是转基因天堂啊 美国 大致上来说 是不是 美国呢 是比较支持转基因的 美国人现在都吃转基因 吃 所以美国的超级市场那些东西 一年四季蔬菜 都是各个大的不得了 就是英国呢 也支持 对 英语系的支持 法国呢 就反对 就是政府也反对 对吧 老百姓也反对 其他就这世界上 都不一样的看 但是法国呢 就前两年吧 大概有个判案 就他本来政府是反对输入 有转基因的食品的 但是他的法院 判政府这个做法 是不合法的 那么尽管如此 法国整个国家 欧陆啊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对于转基因 都是很有保留的 那么 日本呢 实际上 日本是表面上 政府也好 民间也好 对转基因都有保留 但是他又没办法 因为日本的粮食供应 其实有相 起码一半 是要靠外面 你外面一进口 今天其中 这是很大问题 你要不要进口 这些东西 离进口 从哪进口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粮食产业来源 就都在美国 或者南美洲 那些都是转基因的东西 对 巴西啊 阿根廷啊 都是啊 咱们现在买这个 大豆啊 什么的 而且今天不是 看见一新闻 还说东北农民 都不中 都不中大豆了 就非转基因的 这个大豆 就碎肉 不是因为他种这个 不挣钱 还不如种玉米 所以他还有一个 中国的耕地问题 就是听说最近 是习主席提出来 还是什么呢 这是国防问题 就是说粮食 一定要 国家安全 一定要靠自己 你的主粮 一定要靠自己 你不能完全 仰赖这个 这个美国呀 什么西方 可是呢 如果是不搞 这个转基因 他们这些专家的意思 就是什么 中国是18亿亩 耕地啊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耕地 如果你不中这个 对 我也看到个教授 有这样说法 如果再不转基因 将来这个国防就有问题了 国家安全有问题了 但是呢 你要用它呢 有时候也要搞清楚 是哪个层面 就比如说你 还有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植物品种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们 如果说我们用转基因的粮食 我们才能够确保 一切粮食制产的话 你那个种子是哪来的呢 我们自己开发的呢 还是买回来的呢 如果你买回来 你跟谁买呢 因为像孟三都那种公司 为什么老被人骂 就当年 你记得中国加入世贸那时候 我不是还在 那时候我们在红堪 我不是老去开会 反世贸游行啊什么 我们那时候 其中针对的公司 就是孟三都嘛 对 因为孟三都有个有名的事情 它就是跑去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现在有些地方啊 它卖种子给你 但这个种子不是你买断 你每年要重复给它买 它才拥有那个种子的 就像可口可乐一样 对 配方是它的 那所以你说这叫安全吗 就是说你如果种子 是外面给你的 你就算自己能种 对 不是 而且呢 据我对中国的了解啊 实际上别争了 这个转基因 可能我们现在都吃过 一定 咱们的都掺和进来了 你知道吗 都弄不清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的房租涨得也太快了 我的店销量还行 可房租也得周转啊 朋友介绍了民生危待 凭交易流水 也能直接贷款 民生危待就是快 民生银行小微金融 许花 许花勇闯天涯 你看我跟你说 六十多个院士啊 中科院的工程院院士 联名上书 要中国促进推广 转基因水稻 院士说呢 中国没有拒绝 转基因的资本 然后呢 再有教授说 转基因是灭绝人类的技术 这都是教授 那么你说听谁的 对 所以问题还是刚才那个老问题 学术界 我们怎么去信任他们 我觉得这是今天很悲惨的情况 因为不只是转基因 包括气候问题还好啊 现在已经叫做有 有故事了 你很多问题 比如说核能问题 然后这样 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的问题 治基因治疗问题 这些领域啊 今天你越来越难 找到一个 所谓可信的学界共识 为什么呢 就像刚才我讲的 它都跟产业相关 它为什么都跟产业相关 是因为做这些研究 经费非常庞大 对 那你光靠学校本身 单纯的学术机构 给不起钱的 而且还有个更大的问题 有人就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啊 说科布这些个科学家 为什么主张国家搞这个 几百个亿的资金呢 这个经费啊 这家伙拿过来 但是当然咱不能 不是 就说这转基金 要是一同意这么一搞啊 它里面涉及到 几百亿的科研开发经费啊 没错 你们这就有课题了 但是我觉得问题就在这 我觉得中国 其实是世界性的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开始 尤其美国英国最厉害 比如说英国 我们在英国读书 很多现在年轻人 去英国留学 就知道学费很贵 其实以前英国学费 没那么贵 他为什么学费那么贵 就是他大量 削减了政府的 对大学的支持 你一削减支持 他就要靠什么呢 要靠收钱 靠你学生的钱 靠你外面 那所以今天开始演变的 就在大学里面 凡是能挣钱的歌目呢 他们都在跟外面拿基金 拿项目 做一些企业 想他干 企业喜闻乐见的项目 那凡是企业 不太喜欢的项目 像徐老师他们搞这些 那就散到一边去 我们最近在研究 诗经里面的改基因的问题 我们也升级一个 但是我就是 从来不但以最大的善意 来理解咱们的专家学者 我觉得还有一种 就像我们这种外行的担心 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人类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说科学 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说智晋眼 他们有用激光 打几刀 当年有人给我做 我就没有做 好 那么从今天看 没有什么证据 说他有什么问题 但是大概第一个做的 到现在也许十几年 几十年 眼睛干 他们说 眼睛干 有个别的人说 什么到老了 容易看路灯 有重影什么的 可是就这种 除了所有所谓医学的证据之外 还有一个你对未知的恐惧 比如说转基因这个事 好 有的科学家讲 该做的包括欧盟 都投入很大的资金 该做的都做了 没有证据说明 他对人体有害 好 喂猪也喂了 喂老鼠也喂了 甚至你就说 拿人体做实验 咱也实验一下 实验完了 你还是害怕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基因这东西 你几亿年形成的一个东西 你人为的 植入一个命令 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就像我想起 就是人类的这种雄心 你要霍金 霍金都曾经警告 就是咱们老往那个外星球 发信 呼唤有没有这个外星人 给人打招呼 霍金说这个很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 他对你是善意还是恶意 他可能不能把你给灭了 他说这就好像 你在一个猛兽遍地的森林里 大声喊人一样 对吧 那么就是人类 你对未知的 我的新课题突然就产生了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转基因跟反转基因的 是儒家跟道家的关系 转基因相当于儒家 改造社会 改造主观投入 对不对 你这个反对转基因的呢 是道家天人合一 要亲近 对不对 我们谁知道 就是人对人的干涉 人对自然的干涉 越少越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中间 这个抵抗力量非常强 就像你刚才讲 我们不知道几代以后会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吃下了大米以后 给到我们的孙子的孙子以后 到时候他们的鼻子都坏了 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必须要更细致地讲 就是说 很多人说转基因违反自然 我觉得这个讲法 不是太赞的助教 因为到底什么叫自然 自然是个被充分改造了的东西 狗就不是个自然的物种 狗不是个自然物种 狗就是人弄出来的 甚至我们人也不是什么自然的物种 对 我们不断在变化 在文化之中 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但是 造了我的道家理论被批判 对 因为自然本来就不自然 自然是我们虚构的一个观念 对 那么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风险问题 就你们刚刚讲 其实牵涉到未知的风险 当然你可以说 今天我们做了很多研究 我们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不是有问题 但恰恰 麻烦一般 这风险总是出在 你现在不知道的东西 对 但是我跟你说 自然和伦也是 对 我知道 但是这个问题 我就想明白了 就是说 你不能担心这事 你要担心这事 你就是反人类了 不是 就是反一切了 这好比说 你现在吃的所有的西药 你吃的所有的药 都经过了FDA 他检查 但是就你们这么三年的检查 就行了吗 你知道我今天吃下去的药 会对我的基因有什么影响 对我子孙万代有什么影响 你科学穷尽了这个可能性吗 你知道吗 要这么问下去 人类现在积攒的一切 目前的科技 当我身上装什么东西 他们说 哇 这惨了 你将来就有一个人为的物质 永远在你的身体里 你得依靠它生活了 另外一个人就劝我说 你不是戴眼镜吗 眼镜不就是天天影响你的生活吗 这就是一个外加的东西吗 你怎么知道 就是说你这一辈子 眼前戴了个镜片 这对你大脑里边 难道没什么影响吗 这直接可能决定了你的人格 那就 那就违法说了 这个问题不能就这么空泛的问 它还是科学的问 什么叫科学的问呢 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眼镜 对我们大脑有没有影响 我们是应该做 有一个科学的问题来问 比如说 它的影响的机制是什么 同样的转基因问题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问 它在什么样的途径底下 会对我们造成一些未知的影响 但现在问题在于 对于转基因的研究 其实还不够充分 所以问不出这样的问题 那 所以还得再充分一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世界当观点与观点交通时 谁能找一步 识破不同思路的脉络走向 对战焦点评判立场深度 理清思路展开机变 追击热点探测时局温度 你来我往间建构一个立场 态度论点的无障碍空间 解析重点较量辩证力度 时事变诺会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端将 五井共酒 你知道有一种人叫卢德主义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是来自于17世纪的时候 欧洲有这么一帮人 一种教派 那这种人特征呢 就是凡是任何新科技 他绝对反对 那现在用来形容就是 你什么科技都反对 觉得主张回归大自然 什么都怀疑 就刚才你讲反人类进步了 等于是 我们当然不是这种人 但是呢 我觉得作为媒体 就像那天我们讲 媒体要求真要持平 也有责任要指出 的确有很多东西 我们从来没想过 他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发生一些风险给你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石油能源 我们几百年前开始用这种东西 用矿 一百多年前开始用石油 大家都觉得没问题 唯一想的安全问题就是 怕它会不会点着了 会不会爆炸 储藏不好 怎么想到它会有全球暖化 这个全球暖化是个 你怎么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是不是当初 所以我觉得科技本身 它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在这 就是它就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它会带来一些东西 你真的没办法 你还有一个想不到的 就是说 这喜马拉雅山的这个融化 你知道是什么带来的吗 现在发现它那个小局部地区的温室效应 是圣烟 就是印度 烧烟 印度烧那个火化 那个柴堆 烧的那个烟 包括尼泊尔那边 他们都是烧这种庙里边烧的这个烟 这种烟里边 把世界最高峰降低了 对 这种烟里边含有一种叫什么 胶颗粒 那个黑色的 把那个冰绒了 掉在雪里 雪就化了 对 带来了这种温室效应 对 但它不会降低的 它还在升高 因为那个板块吹动 我听了半天了 转基因还是没听明白 但是有两点听明白了 第一 科学的问题 包括公共政策也好 要有不同意见 就是有一方提出死掐很好 我觉得方舟子跟崔永元 他们这么闹下去啊 最好科学家也来死掐 对 因为单单一方的意见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有死掐以后 你会拼命找出他的意见 后面的问题 据说先方舟子 找出来崔永元 不会英文 跑到超级市场去问人家 转基因 他说GM food 他说他不会用 我当然相信 大概不是这样 但是这种是强 第二 他们背后 所有的科学观点 公共政策 政策后面 都有权力关系 都有权力利益在后面 没有办法避免 只是要让我们知道 所以其实媒体 不是没有事情干 对 媒体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解决 这个世界闹坏了 是媒体闹坏的 但是这个世界要变好 也靠媒体 就是说种种的这些 如果我们都能大白于天下 需要跟很多种媒体 你把每一个人的关系立场 那个水门事件 当年美国华盛顿邮报 怎么弄出来的 他就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专家 这个部 他跟他哪有关系 只要都公开 那么媒体如果有错 另外的媒体 也可以平衡他 揭发他 互相都公开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 是这样 我们不是媒体 不是说建议赞成任何一方 在这个争论 而是说双方各有什么东西 你同时把这个风险的这个机会 如果我们找得到的话 透过科学界的努力 也要罗列出来 你比如说 我们不能说因为石油会带来气候暖化 所以一百多年前 一发现了这个东西 那我们不用了 也不太可能 对不对 那所以今天我觉得 比较负责的做法是什么 如果要呼吁的话 就呼吁起码 斩金食品应该贴标签 对 你起码 让我吃的人知道 让吃的人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